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需要掌握那些开车技巧呢?新手怎么才能快速成为老司机呢?下面修车老司机就来给新手司机们讲一下 一、开车常看后视镜,有些新手司机上车之后由于过度紧张,眼睛就一直盯着车前方看,其实这种习惯不但不正确,而且也很不安全 新手司机上路之后,我们一定要勤看左右两侧后视镜,从而了解车辆周围的情况 另外,车内后视镜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角度调整好之后,这三块镜子基本能覆盖大部分盲区 有些女司机的后视镜,还在辙别状态就开车上路,也不知道这车是怎么开的 二、保持适当车速 很多新手朋友开车上路,总感觉自己技术不好,于是就开得特别慢 以为这样就会安全一点,实际上开车上路过快或者过慢都是很不安全的,保持适当的车速才是最关键的 如果后面有人给你打双闪,并且一直铭笛,就赶紧观察后视镜并提高车速吧 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因为后车车速过快停不下来了 三、老看换挡杆 许多新手朋友开车换挡的时候老看档杆,手动挡的看看也就算了 有些开自动挡的也看档杆 可是你不知道,在你低头看档杆的时候,车子还在继续往前行驶 路面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突发情况 对于这个我建议,没事将车停下来练习换挡,熟能生巧换到熟练为止 四、倒车只看到车影像 现在的车子高科技设备有很多 比方说倒车影像,就是一个很好的配置 但是倒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盯着倒车影像看 我们一定要同时看一下左右后视镜,以及车头的情况 因为倒车影像也是有盲区的 让你看车头是为了避免固定不顾头的情况发生 在倒车的时候前杠蹭过的举个手 五、开车不要分心 开车的时候不要带着情绪 更不要分心去想其他事情 这跟开车不让打电话是一样的道理 车子在高速行驶中 哪怕是你分歇0.1秒 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所以在开车的时候要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当然也没必要精神高度集中 那样真的太累 只要不分心并及时观察路面情况即可 六、最后一条是我的不传之秘 今天一并交给大家 在开车的时候 不管你车技再好 万般小心 总是会遇到一些车技懒 脾气差 打电话 甚至是酒驾的人 所以开车上路 一定要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是神经病 假设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冲出来 这样的话你就能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总结 以上就是修车老司机总结的六个驾驶技巧 全都是我个人的经验之谈 新手司机上路 学会这六个开车技巧 勤学苦练之后 保证能让你快速成为老司机 如果感觉我说的有用 就关注 点赞 转发出去吧 最后祝所有司机朋友们 一路平安 谢谢大家 驾驶技巧 用车汽车收藏举报 三条评论评论 只用IP42小时前 没有车感的人 开车怎么教 都教不会的 有认识的人 连续两辆车刚出4S店 直接就报费4S店 完全把他当VIP客户了 回复灵诊边人点3小时前 说的不错 回复灵 只用IP42小时前 开车 主要是看感觉 要有车感 才行回复灵 相关推荐 8个老司机 不愿意分享的 倒车技巧 简单实用 封业封铃 57评论 相关不感兴趣 倒车 总是倒不好 是因为没有掌握 以下技巧 汽车 百科之家 6评论 相关不感兴趣 驾驶技巧 新手开车 5大技巧 马宗山高速 大队 56评论 相关不感兴趣 汽车 9种灯光的作用 即规范 使用技巧 孟飞 驾到49评论 相关不感兴趣 9种刹车 小技巧 教你踩的又稳又好 大五口区 教寻警 72评论 相关不感兴趣 就算会开车 也要熟悉的 开车技巧 非常实用 车友必知 两效米 恩绸 91评论 相关不感兴趣 安全驾驶的 23个技巧 同城高速 交警大队 71评论 相关不感兴趣 相关不感兴趣